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响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到三位一座 要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疫情 以及地方发展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仁爱区市议员佟梓梓一座 哈喽大家好我是佟梓梓梓梓 梓梓好 第二位是我们中正区市议员张浩瀚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中正区市议员张浩瀚 浩瀚好 第三位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张之豪 各位观众大家好 之豪好 先带大家来关心我们的疫情 先来看看在这一波疫情当中 其实有很多温暖的小故事在发生 在基隆市议员佟梓梓梓下 罗姓民众充满感激的送来 100份肉羹汤及烧卖 给卫部部基隆医院 因为他和孩子在4月19号 及4月20号分别染疫 同时住进部立基隆医院 住院期间受到医护人员细心 照顾治疗让他感恩在心 康复出院后特别以基隆知名小吃 慰绕医护人员来表达心中的感谢 接线人员就是很热心的说 就是帮我派救护车 然后接我们来到暑机这边做治疗 对那在治疗期间就是很感谢 医护人员的照顾 因为他们就是照三餐 帮我们送餐点 然后量体温量血压 然后随时可以用LINE 做跟医护人员的联系 也有视讯的问诊 对啊 然后还有大哥他们每天都会固定 进来清洁我们的垃圾什么的 就是很感谢他们这段时间的付出 所以今天就是送上这个感恩餐 部立基隆医院院长林清风强调 治疗照顾病患是医护的天职 不过在确诊人数不断攀升下 目前医院医护人力已经很紧绷 感谢罗先生温暖的感恩餐 带给医护人员很大的鼓励 比疫情爆发前跟现在的比 大概是增加了一倍 多了这个一倍的这个量能 所以我们的医护同仁相对 会非常的吃紧 那所以在照顾上面 我们有一些变成 我们有一些社区的医护的传染 那也有一些被匡列的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是希望他们在家 能够好好的修养 让他们回复正常 又再回来上班 所以在这块里面 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医护同仁 也做好我们个人的防护安全 那这部分目前是还在 这个吃紧的这个边缘 那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尽量 能够让我们的医护能够恢复正常 同志委强调 医院医护人员是后疫情时代的 最后一道防线 罗先生以感恩餐回报医护 让他相当感动 也呼吁中央能协助医院 做好轻重症分流 确保医疗量能有效维护 国人健康 希望大家都可以感谢 这些医院的医护人员第一线 不辞辛劳不眠不休的努力 让社会多一点温暖 除了鼓励他们 我们也希望大家不要恐慌 轻症在家等待治疗 或者到检疫所重症才来医院 那希望减轻我们医疗的量能以外 也可以做好分流 让我们的这个社会 持续正常的运作 林清风院长表示 快篩阳性的民众 如果无症状或轻症 请尽量不要挤到医院急诊 以免造成医疗崩坏 也呼吁民众一定要戴好口罩 尽量避免群聚共餐 想在大家共同努力下 能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真的也就是要祝福大家 赶快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那当然在这一波疫情当中 大家的压力都很大 而且有很多 很多很难启齿的事情 但是没有关系 有一些温暖的故事 在我们的社会上发酵 所以我们现在赶快 请教我们的童子委同意做了 好 我想刚刚看到这则新闻 就是一个父子三人的案例 小朋友先确诊 然后父亲也跟着 因为照顾者的关系 也跟着确诊 然后因为他们是要 部立基隆医院治疗 获得非常大的医疗的照顾 然后他认为说 他非常感恩医护人员 对他们在确诊 尤其是父母亲对小朋友确诊 非常担心 然后他就特别来联络的我们 希望说他可以捐助 我们在仁爱区一个知名的美食 来给我们那一层的医护人员 那其实听到这个故事 我其实相当的 其实我觉得蛮感动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确诊者的人 他知道感恩要感谢我们的医护人员 然后这段时间 那段时间其实那是两三周前的新闻 那时候医疗量能其实非常的紧绷 因为忽然间急诊人数暴增 所以医护人员同时也是确诊者的可能性很高 所以在病床数或是护士人数都不足的状态下 然后民众他还有这个感恩的心来回馈医护人员 其实当下那个护理长是非常的感动 那我是亲眼看到这个画面 那其实这个过程中呢 我想这段时间以来 我们希望我们看到了很多医疗的问题 我们希望在基隆市也可以获得卫福部的重视 尤其是我们在首都旁边的卫星城市 所以我们在医疗资源一定不会比台北市充足 但是因为这次的疫情我想我们希望卫福部可以重新来检讨 我们整个卫星城市的这个周边的一个医疗量能的配置 像我们的儿童的这个就诊的问题 儿童急诊的问题 其实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想 卫福部底下的这些部立各个单位的医院 它不应该是以盈利为单位 当然在歌舞升平的时代 它这个他们在分配医疗资源上面 他们当然是希望说医院还是可以有营收 但是我想在疫情开始这段时间 我们重新来检视我们整个中央政府 所有各级医院的医疗配置 我想对卫星城市来说是相对来说是相对危险的 为什么 因为像儿童重症的问题 在台北市它一定有专责的医院在专门照顾 然后专门的急诊 那现在疫情走到这个阶段 我想应该是一个重新检讨的机会 像我们我个人认为医院应该是以 我们现在基隆来说 应该以大基隆为中心 也就是我们顺便把新北周边在基隆生活的 这些区域的民众的考量 都一路纳一并纳进来 所以那个人口数就不会只有基隆的基准 因为譬如说你住在万里金山瑞芳 你有可能跑去反桥看医生吗 还是台北市 其实它到基隆20分钟最快 那相对我们基隆也是去台北 也是要二三十分钟 不如在基隆就把整个这个医疗的量能配置好 比如说本来比较少的儿童 儿童的医院为什么只有首都有 其实大家可以检视这个问题 因为你平常在一般的时刻 基本上这都亏钱 我们一般的医院它是养不起这么多的 医生跟重症的这些设备 可是我们如果是以国家级的角度来看 然后用后疫情时代的角度来看 我们应该重新去调整 包含花冬啊 其他卫星 譬如说彰化啊 云林啊 等等 我们应该整体来考量 以后才有机会来应对 我们可以重新检讨 应对我们未来的这个趋势 然后也让各级政府都可以比较放心 那我之前其实本身遇过一个非常亲身的案例 那我们金融市 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 那我们金融市其实现在也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是一开始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我接到一通电话是阿嬷80岁 孙子一岁 就两个人相依为命 然后他们两个都确诊 两个都不符合重症的要件 因为38.5.6度左右 他们那时候当下 阿嬷打电话给我说 志伟啊 我如果死了我这一回孙子怎么办 两个人都在家里 那时候我非常紧张 我想说哇怎么会有这种问题 那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的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 他还是得做医疗分流嘛 他没有达重症的要件 可是他是高风险群 那怎么处理 所以后来我们跟市长讨论过后 然后我们决定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市政府马上做了一个决定 做一个加强版的防疫旅馆 一开始其实我们没有设加强版防疫旅馆 防疫旅馆是你确诊者可以去隔离的地方吗 可是是没有护士的 那我们后来就做了一个中继站 就是你属于重症或中症的 你可以到医院去 在专责病房里面受治疗 但是你没有 可是你是高风险群 但是你又不符合在居家隔离的要件 所以我们就把这80岁跟1岁的 这个案例送到加强版防疫旅馆 也就是它24小时有护士定期的关心 知道一下掌握一下我们这阿嬷跟小朋友的状况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把这个机制做起来以后 就有一个中继站 把我们的这个预料量减轻 专责医病房的负担 然后也可以同时照顾到高风险的族群 然后也可以把这个区域量分开 就是你有一个中继站以后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金融市政府反应非常快的地方 那我刚好也是遇到这个状况可以做参考 是 所以这一个有民众这样打电话来 所以滋味就及时伸出原首 刚好也有刚好这个加强版的防疫旅馆 所以解决民众的问题 那当然说到这个要住进这个检疫所或是防疫旅馆 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浩瀚了 是 谢谢主持人 那我想就是刚才主持人有提到 那种集中检疫所要特别提到我 因为非常不幸在前一阵子那 我自身已经有染疫的一个情形 那在经过PCR的确定的一个阳性的之后 那因为我自己在家中并没有办法一人一世 因为我跟我自己的爸妈 其实长期的居住在一起 那家中只有一套的一个盥洗的一个卫浴 那其实以现在疫情 台湾疫情最重最严重发展的一个面下是什么 其实大部分都是家庭的一个群聚感染 所以造成我们台湾的确诊的数字 不断的往上攀升 所以在当下我感受到 我知道说我已经确诊了之后 其实不管是在中央或者是在地方政府的一个反应 其实非常的迅速 其实我们只要从我们的一个健保快一通里面 他知道你的确诊状况之后 你只要填写上面的表格 然后再到基隆市 不管是你在哪一个区域 你就到哪一个区域的卫生所上面 都会有附的一个表单上面你去做填写 只要你没有一人疑似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经过评估完 你都可以送到集中检疫所来做一个收治 所以其实我很容易 我们比较确信的是说 那因为当下立即做了这样一个决定 那在确诊的隔天后 那我就被送到集中检疫所里面 来进行所谓的收治的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我的家人 前面有半个人有确诊的一个现象 那其实我这边也是刚好借由这个机会 来呼吁我们的各位市民朋友 如果你是家中的第一位的一个 确诊的一个患者 其实集中检疫所的一个资源 是可以大家可以积极去利用的 因为很多我们在新闻媒体上看电道是说 我们就一直在呼吁 我们就一直在说明说 现在的一个Omicron的相关的一个病毒 大部分都是轻症跟无症状 但是其实轻症跟无症状 它并不是在代表每个人的身体 都是同样的面对到这样的一个病毒 所以说假设在这100个人当中 它假设只要有一个人出现的 可能是中症或中症的情形的时候 其实也会给我们的医疗 上面来带来更多的一个负担 所以其实集中检疫所 我在这边也是希望说 可以借这个机会来 向我们各位民众们来做宣导 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资源 可以利用的时候 那其实大家可以好好利用 那也避免家中的任何一位成员 因为这样来增加染疫的 一个风险跟机会 那但是在这一次的一个收治过程当中 其实我也非常的一个感慨 就是在这段期间 我们看到有一位 就是两岁的一个小朋友 因为在医疗的这一段的情形 那他没有办法获得立即的治疗 在不断的一个转整过程当中 他失去了他的一个生命 其实我们也反过来 反思来讲说 在儿童收治的这一块 我们未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 当然市政府在前一阵子 有儿童确诊状况的时候 他开启了所谓的 绿色的一个快速的一个通道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说 非常多的孩童进到医院 他经过快速的通道的一个诊疗 但是他如果要被收治到病房内的时候 他其实要等待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对因为我们的医疗的一个病床 他的数量就是这样 对那所以说很多的家长他选择说 他与其在急诊室等 他不如把自己的孩子接回家中 但是接回家中的过程当中 其实小孩子的病情的变化 其实是非常的迅速的 他可能现在是36度 37度 可能过两个小时之后 他回去就有机会到40度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一直在提出说 如果有没有可能来设置 所谓的儿童专责的集中检疫所 那在专责的集中检疫所内 派驻所谓的儿童专职的医师 因为我相信儿童医学 他也是一种的一个专业 他今天不是说以一个成人的 甚至他加医科 就可以了解说儿童的医学的内容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分门别类 所以如果有一个专门的儿童医师 进驻在这个集中检疫所内部 只要家长们发现说小孩子染疫 在医院他过完快速通道之后 他不放心 那他们一起安排到这个集中检疫所内部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专责医生 在随时在20小时那边 stand by在这边待命 一旦发生了症状的时候 透过这个第一时间来判断这个孩童 他是用开药治疗 或者是要接下来要后送到医院来做 更进一步的处置 我相信会对于儿童 他造成的这个死亡的一个可能 会大大的一个减低 所以在我离开了集中检疫所之后 我也像市政府 不管是像地方的卫生局 或者是像卫福部 其实我就希望说在全台湾 应该针对于这个容易致死的 一个小朋友的这个区块 来做所谓的儿童的专责的集中检疫所 因为像长者像基隆市在近期 其实已经有开始推动所谓的 这长者的一个受制的一个中心 但是对于儿童这一块其实我们还是有 大大的一些能量不足的地方 所以说也希望说在这样的政策 在未来能够有持续推动的一个可能 来保障我们所有国人的一个身体健康的安全 是 就是要强调请市政府要来设置这个 我们的这个集中 对 那个儿童专责的集中检疫所 最主要是保护我们的儿童的安全 那当然我们知道之豪 他也接到很多民众的需求 那想听之豪怎么来看这一次的事情 确实这个 尤其是刚才我们浩瀚医院 讲到那个儿童门诊的事情 或者是说儿童的这个防疫措施这件事情 我特别有感 因为我自己才刚刚有一个小朋友 小baby 那我们家的小朋友刚好 现在差不多五六个月 那在一个很尴尬的这个年纪 就是我们现在六岁以上可以注射这个疫苗 那最近这两天的新闻是说六岁以下的这个 可能两个厂牌 菲射跟这个莫德纳他们都已经 而且那个以及也有人在申请这个EUA要赶紧 让台湾这边能够开放开始注射 但是问题是就是在还没有开放之前 这个六岁以下的幼儿真的就是 大概就是所有的年纪的小朋友里面 最没有任何的保护的这个一个族群 但是其实又有一个奇妙的地方 就是差不多现在大概七八个月以下的 婴幼儿跟七八个月以上 到差不多六岁以下 然后七八个月以上的这个族群的小朋友 是最危险的 因为六七个月以下的小朋友 他还有增加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他们六七个月大的话 他的妈妈也就是在怀孕的妈妈 差不多就是在去年的七八月左右 孕妇可以开始注射疫苗的时候 有注射到 也就是说他有从妈妈母体这边 有得到一定程度的抗体 所以就是有这个年纪的小朋友 有那个年纪的小朋友 总之就是这是一个 对于这个年纪的小朋友的父母亲来说 真的是过去对象期间是最煎熬的 尤其是那一个两岁小朋友的那一个案件 那我有特别去仔细看说 那个小朋友的妈妈他没有注射 那没有注射很有可能就是他刚好 就是在那个孕妇可以注射跟不能注射的那个中间 那可能他刚好就是那个没有遇到 当时孕妇可以开始注射的那个时候 或者是说那个时候小朋友年纪还太小 或是他怀孕的孕期时间还不够 总之就是这些都是让这个年轻父母 相当煎熬的点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这个CDC这边能够尽快 尽快尽速地让婴幼儿的这个疫苗 能够迅速地核准通过 然后可以让小朋友都真的赶紧去 能够先注射一波 先让自己身体有一定程度的抗体 那我们要谈论其他 比如包括绿色通道 或者是这个儿童的 这个防疫的相关的门诊 或者是这个集中的检疫 其实都是 那都是在染疫之后的状况 我觉得年纪这么小的小朋友 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谈论什么 共存或者是清零 像在我家的话 这是绝对的清零 绝对的清零 就是绝对没有 我就是我跟我太太 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的 妥协的余地跟空间 所以我相信很多的年轻的父母亲 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现在遇到这种状况 真的是如此 那我们在整个过去的这个疫情 过去这一两个月的这个疫情 比较高峰的这个期间 确实我们也看到很多 我们一般的这种民众 他遇到了这个 这个自己染疫 或者是需要在区隔的时候的 种种的问题 其实都相当的多 其实我们大家都说 我们会还是规劝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 大家不要太担心 不用太担忧 然后该做自己回报的 要记得去回报 然后这个该做隔离的要做隔离 但事实上 实际上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其实我们政府的这个 能够去做相关防疫工作的人力 就是这么多 你也不可能为了所谓的超前部署 然后而让原本市政府 雇用的人力这些 然后为了超前部署 然后你特别去雇用了 三四倍四五倍以上的人力 只是为了要去准备这个可能 预期会出现的这个 那个人数大量的增加 既然是这样子 所以说也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卫生所 一个工作人员 他本来因为 他本来的疫情的状况 他一天他处理的案件 就说是20件或30件好了 在疫情一爆发了以后 他一个人一天平均 可能要处理100件以上 你觉得他来得及吗 当然来不及 你觉得他有办法 及时把你需要的隔离单给你 或是及时把你需要的防疫的物资 送到你的府上吗 其实往往是会一直延期 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我们身为民意代表 其实我们也就是在 算是在政府的行政部门 以及民众之间 我们扮演这个中介的角色 所以往往很多的时候 我们自己就是去 先帮民众去传 一些防疫物资 或是等等相关的这些东西 说真的 这段期间 所有的第一层的 第一线的防疫的人员 真的都辛苦了 那也在这边也希望能够跟我们的 尤其是有区隔 然后有染疫的这个市民朋友 然后大家说一声说 大家都辛苦了 那也很高兴大家 我们还是有把这个疫情 毕竟还是有把它 contain下来 我们还是 大家还是有撑过来 那就是我们以上的分享 是 就可以看到三位艺座 其实都非常的用心 他们是真的深耕基层 在为民服务 而说到深耕基层 就要带大家来看看的人本交通 借用市中心 我们的南融路 我们的市中心 怎么样才可以让人 行走得更安全 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呼吁的 绿色节能减碳城市 我们要请教我们子委 好 其实友善步行族 是现在这个城市 好城市 或是人本城市必备的要件 过去一百年 其实大家都是以汽车为主的观念 来设计道路 那是全世界都一样 那走到这个时代 其实已经颠倒过来 过去那个时代 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拓宽马路 可以增加商机 其实不难 其实反而会造成市区的空洞 因为人都在开车嘛 所以店家的那个数量 反而是空洞化的状态 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 尤其我们狼岸区的南融路 它在早期非常早时代开发 过去南融路在没有高速公路的时代 是台北跟基隆最重要的一个要道 马车时代 要走南融路过来从基隆台北 所以它那时候大概都是没有人行道的设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照片是这样子 所以它基本上没有人行空间 然后店家外面就是停车 所以我们一般的民众大概基本上都要走在这个马路上面 雨车针道 雨车针道 我们大概这边有九个里 南融路总共含南融新村有九个里 是没有一个像样的人行空间 但是却居住着很多的人 而且我们的仁爱区也是基隆市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的老人其实很多 长辈很多 然后又不友善通行 所以我们在这几年积极的争取我们整个仁爱区域的这个步行空间的改善 那我们在去年的总咨询提出来 那我们市政府也非常的用心 公务处特别感谢公务处 也特别的把我们的计划跟他们结合在一起 然后跟内政部的营建署争取到一笔三千万的经费 然后我们今年会大概会以南融国小为核心 南融国小底下两侧 用三千万的经费先把它做到一个 让小朋友安全的上学的一个空间 如果往八度的方向走 大概会做到基隆隧道这个方向 然后往仁爱区的方向走 大概会做到派出所这边 南融派出所 所以我们先以南融国小为核心两侧 先把它人形的空间做出来 其实也是通学步道的概念 只是经费来源是内政部 所以我们那个叫做人形步道 不能叫通学步道 我们大概是会这样做 然后我们希望逐年每年都可以争取一段经费 大概在两三年后 我们可以把整条南融路都做起来 做起来以后通到仁爱市场 也就是我们市中心 你看我们现在国门广场海洋广场 综艺路那边我们做好了 综艺路我们人形道做出来了 地下道也改善了 那我们希望这样沿着整个市中心 我们希望花十年的时间 把仁爱区的这个步行空间全部串结起来 也就是你可以从 一直到仁武路那里 仁武路对 我们接下来其实我们今年也同时 也争取了仁武路的这个 仁武路的东河大楼 我想老一辈的基隆人都知道东河大楼 它是沿着南融河上盖的房子 那其实那边有一个公车站牌 是非常非常非常多长辈搭公车的地方 然后它的人形空间 你就过去那个时代就是没有规划 所以人形空间跟等公车的空间 还有停机车的空间 摆摊的地方都是重叠的 所以也就是说一般的人 如果你推着菜篮车或是推着小朋友 基本上你是一直在拐来拐去 然后公车你又要浪位 所以我们今年也非常重视 仁武路的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仁武路的优先 是先做这个铺面的改善 也就是等公车那个地方 因为坑坑洞洞的 我们先把大家的空间整理起来 做好做平 然后外面的水沟也是很老旧 都是四五十年前做的嘛 我们先把水沟 就是你在路边看到这个铺面 还有水沟先重新规划 解决它的排水问题 对 这个明年初就可以来试做 然后我们 刚刚我说南洋国小那一段嘛 然后我们今年同时在做两边 未来我们在明年度的经费 就可以把它编列出来 把仁武路到南洋路中间这一段 也都慢慢的把它接起来 也就是整条南洋路 你未来就可以沿着仁武路这样过来 转到仁外市场 这是大概会预计 其成是三年的期间 然后每年我们会逐年的争取经费 包含我们市政府的配合款 整合在一起 希望它仁外区是一个 其实为什么仁外区最适合 我认为仁外区应该在基隆市来说 应该最优先来推动 第一个 全基隆市的人都有可能在仁外区生活 因为我们这边有买菜 然后我们的这个公共系统 也就是说你要到医院去或上学 大概都以市中心为主 然后又有学校医院等等 然后我们还有菜市场 基隆庙口 我们还有基隆车站 甚至我们未来的这个 我们疫情稳定后我们的邮轮 也就是未来我们希望 不管你搭火车来基隆 还是搭邮轮来基隆 还是我们市中心的民众的生活空间 或是我们其他区要进来市中心采买 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走路模式 就是你用走路的 第一个我们走路走起来舒服 第二个安全 第三个景观也漂亮 第四个方便 第五个可以减少我们停车的问题 你看市中心又这么小 我举一个案例给大家听 过去我们现在大家 应该有去过 有去过日本京都的人 可能会有一点印象 京都在十年前是六线道 十五年前 然后在四五年前变成两线道 然后现在反而生意更好 在疫情前 疫情当然大家都暂停 疫情前所有的店家生意反而更好 为什么这样做 当初京都市政府也承受 非常非常大的民意压力 说你把六线道变两线道 然后它是把车道变两线道 然后全部都变人形空间 就它鼓励大家你坐到京都车站来 或是把车子停在很远的地方 鼓励大家用走路的 结果他们中间也有修法 然后还有经过很多的公厅会等等 然后大概也经历了五年的时间 才顺利的把它完成 结果如果从京都车站走到 你要到清水市去 你几乎没有人开车 就两条道路的这个店家 生意都非常好 大家都在周边换和服 所以各种的商机就产生出来了 也就是说我刚刚一开始提到的 其实过去一百年 你是好像开车才会有商机的概念 其实在这个时代 一百年后的此刻 已经改变大家的这个想法跟文化 也就是可不及性很重要 可不及性才是我们居住 或者是做生意最方便的一种模式 所以我们现在自立在提升 我们基隆市的可不及性 当然我们希望在优先放在市区 因为市中心是最多人在走的地方 那不管你看我们去庙口 其实大家再想象一下 你从车站到庙口骑楼坪吗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要求 从这个我们就每年做两条人行道 每年做两条骑楼整坪 骑楼整坪我想基隆市市民 应该印象都非常深刻 也深受其害 为什么 因为过去那个时代 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太多的法规限制 所以大家都坑坑洞洞的拿 所以我们希望这几年可以逐年地改善 我们的街道生活 是 所以可以看到 慈悦一座非常的用心 就是要推行我们的人本空间 让人行走在这路上 那当然带动的就是 基隆市区的观光发展 那就是未来的亮点 而说到这一个人行步道 要带大家来看看的渔港旧路 这里的路灯被拆除了 结果没有想到地方反映 光线太暗 很可能会引发其他的 意想不到的意外 快来看看 那座这样是 不直接下去 但是有这过路 不会站在机场 像我充电无助理就要去 民众说的危险路段 就是刚做好景观改善工程附近 政府将闲置的旧拍所整理门面 将前方道路铺上的步道 变得美轮美奂 但原本三根路灯被拆除之后 当地变得很昏暗 这里也有两个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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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倒这个 还会进来这个路灯 其实过来以后 它就直接直送到这个 直送到这个海底面 然后因为这边都没有灯光 都没有 而且这边的灯光其实也比较富汗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加强 这个标示 并且增加这个照明 来有三支路灯 造明设备还是很好 但是为了这个景观的问题 把三支造明设备 路灯把它移走了 移走了现在变成景观灯 景观灯的亮度不够 到的地方又不够 所以今天特别来请我们这些名利代表 再来把这些照明的问题 再检讨一下 担心行人步行安全 进入市议员 吕美玲 张浩瀚 邀及了市政府相关单位 到场会刊 针对这一带广场照明 及周边的照明设施 全面进行检讨 就是说我们知道官销室 在整体的规划其实是不错的 然后它也做了景观灯 但是景观灯好看 但是最重要是它亮度不够 而且它周遭也没有去注意到 因此我们的周遭就显得在照明上面 就非常非常的微弱 甚至有些地方是全岸的 所以我希望说能够技术的赶快做好 最好能够在承播会的时候 我们能够把最亮丽的一面 来给我们所有来自台湾所有的观光客来看 我们金融真的进步了 这边就配之所 周边在从去年开始 在进行周边环境改善的一个工程 那工程已经到一个段落 但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民众来反映 在港边的区域 尤其在夜间的时候 因为灯光照明的一个不足 所以在通行时会让人家 有一些安全上的一个疑虑 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要求 厂发处跟官销处 来到现场进行一个勘察 那希望的就是把灯光照明的一个部分 能够做得更加的一个完善 让我们周边的民众 以及外来的观光的一个游客 在夜间经过正宾地区的时候 能够有更安全的一个保障 正宾渔港周边照明的部分 在渔港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在港区的部分照明的话 会由我们产化区这边来负责 那另外的话 签设到官销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把案例的话 建议案例给官销 那在区公所还有公务室这边的话 我们会把建议案纳入 我们会在记录 给这个相关单位去做一个研议办理 那后续的话 民众的等这整个场域的话 陆续完工之后 然后成果也会再来举办 还有相关活动举办之后 如果有相关安全的 还有照明的部分的话 我们再来独一的做一些 强害改善 经过两位议员会刊 政府承诺尽快改善照明设备 让游客愿意夜间停留这里 夜间安全更有保障 对 这个道路就是要让人行走的安全 我们要赶快请教我们的浩瀚 那我想刚才大家看到这一则新闻 最主要就是在处理 所谓的灯光照明这个部分 但是其实最主要 这一件事情的缘由 大家可以知道说 正面色彩屋是我们台湾 现在数一数二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景点 也是基隆非常重要的一个 观光的一个资源 但是早期在这个地方 不管是在灯光照明 或者是在地面的一个铺设来讲 其实是非常的残破不堪 所以其实在我在刚上任 第十九届市议会的第二次 总咨询的时候 我就针对于正兵地区的灯光 及灯光的问题 提出了一个咨询 那在过了两年之后 过了一年半的之后 终于获得市府的支持 我们也成功的向中央来争取 足够的一个预算 来做灯光及所谓的照明的一个更新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说 就是虽然说我们有经过这么多的一个设计出来 但是实际上使用者跟在设计图面上面 所构思的想像 还是完全的一个不一样 所以不管是在地方的一个居民 或者是来玩的游客 到傍晚到夜间的时候 可以发现说这个人形空间 坐得这么漂亮 这么舒适 走得那么舒服 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 我不安全 不安全的原因就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灯光照明严重的一个不足 所以在前一阵子我们也特别 在一次邀请到市政府的惨发处及官校处 针对于周边的整个灯光照明的一个设施 我们应该要做一个更多的改善 让我们在地的一个居民跟游客 在这个地方行走的时候 它是一个安全平稳的一个道路的一个空间 那讲到的一个观光 讲到了一个人形 接下来很重要的就是所谓的一个交通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大家只要是中正区的市民朋友 大家都知道就是在上任的时候 很积极地向我们的一个公共总局 以及我们的市政府 来争取中正区的第二条快捷路线公车 所以在我上任的那一年的一个10月份的时候 我们正式的一个通勤的 就是我们的1579号的一个快捷公车 当然在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滚动式的修正这个1579 包含它停泊跟后车的相关的一个区域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当时候也跟台北市的包含了一个许淑华议员 跟许家培议员 我们共同的争取包含了就是在南京三民路口的 所谓的后车艇 因为以基隆市的议员来讲 你要向台北市政府来争取 所谓的后车空间 其实是非常的一个困难 所以也透过了两位议员的一个协助 所以我们在台北的南京三民 做了一个后车空间 另外一个就是针对于非常多民众在反映的联合报 因为我们当初的1579 其实是它没有通过所谓的台北市政府的一个中心区 那也经过了多次的跟他们的公运处 来做一个协调了之后 我们在联合报新设了一站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1579的快捷公车 在服务市民的时候 能够有更快速更便捷的一个方式 来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 那总归而言除了这个1579快捷公车以外 我们现在也在沿拟所谓的新的快捷的一个路线 那但是为什么要沿拟这个路线 最主要是今年的6月 我们在条河街的转运站即将要完成 但是转运站要发挥它转运的功能 最主要的它其实不只是给大家停车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一个客运系统 应该也要进驻到这个区域 再加上未来条河街其实有非常多新兴的建案 准备已经不管是在兴建中 或者已经要申请要来兴建 未来这也会是另外一个新的人口的密集区 所以藉由新的这样的一个客运系统 搭配了一个转运站的设施 搭配了新的新市政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我相信可以再来符合更多民众对于大宗运输需求 大宗运输的一个需求 是 真的就是大宗运输需求 真的是与民息息相关 转过头来我们要来检视他们 最近传出了这个9026的路线要停时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知豪 后来怎么样的证据 我们安乐区应该是全基隆 就是通勤人口大概最大宗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主要通勤人口 大概都是大概两个重要路线 一个是9026 一个是1815 9026是从我们的道轮 带我们到这个南港站 台北的这个南港 南港展览馆站又在嘉义站 就是到南港站 也就是现在高铁台铁 就三铁共沟的这个站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1815 也就是从金山 或者是从发谷山 然后那边出发 然后一路到了 经过我们的整个大五轮 基金山路二路一路 然后到麦津路 然后最后再带去这个联合报 就是这个台北的基隆路 台北公园的联合报 然后沿着忠孝东路 最后一路到台北车站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两大通勤的路线 应该是说两大通勤的交通工具 9026它因为它必须承载 这个所谓的通勤的任务 所以其实在疫情的期间 大概受到的冲击也相当的大 我相信我们基隆 相当多的客运业者应该 不是只是基隆 其实全台湾很多 离开双北地区以外的这个 所谓的客运业者跟运输业 其实都在疫情 过去这两年的疫情中间 伤害相当的大 因为很多的人不敢 因为疫情的关系 不敢搭乘这个公车 或者是客运 然后甚至是它也许 有些公司比较 运动一点 它就让你直接在家工作了 就work from home 你也不用再去了 所以通勤的需求也减少 所以我们就看到9026 就是因为这个样 所以它的亏损就越来越严重 说真的其实在疫情之前 它就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亏损 那亏损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 我们它平日在尖峰的时间 它的发车是相当的频繁 那差不多最快的话 可能10分钟 7、8分钟有一半都是有的 同时它也有standby 相当多的车子 随时准备在你需要 有人还在这个站牌旁边等 但是这个车子 就是可能两三台三四台 经过都车满了没有办法载 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会 紧急的再加派这个班车来 确保大家能够载送 那这个其实平日的这种尖峰 就是大量的人送到台北去 然后下班的时间 大量从台北回来基隆 这个都无所谓 但问题是在于 在离峰时间的时候 因为这个路线相当的热门 应该说我们市民期待也相当的高 所以说就让它平日离峰的时间 它的班次仍然发得这么频繁 但问题是离峰的时间 就没有人搭车 所以或是说搭车的人相当的少 所以就让它变成是 只要开一班它就亏一班 开一班开两班它就亏两班 这样长期亏损下来 它真的是真的不贏 所以说9026的大都会 还有首都公司 他们就决定说 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再继续这样经营下去了 刚好在这个时候 就是在疫情中间 大概去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交通部的高通局 就真的是必须 在这个时候真的是非常时期 就必须要拜托这些业者 请你们再继续开下去 其实那个时候合约已经到期了 它根本不用再继续开了 但是也就基于政府的行政上面的强制要求 也就尽量的配合 就这样子开下去 那个时候开出来条件就是说 在我们能够找到下一个业者来承接之前 拜托请你们 必须在这个时候顶一下这样子 开出来的这个新的 必须要在续业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已经做一定程度的调整 原本这种很亏损的这种班次的频繁度 原本的这种很亏损的这种 这种的这种经营模式必须要改变 其实在这个9026 传出有可能会停时的这个消息之后 其实我收到相当多的我们的市民朋友 都有来跟我讲 讲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可以减半但是千万不要停 可以减少但是千万不要让它取消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一个 政治就是一个 大家一个沟通的过程 我们就慢慢地了解到说 我们如果需要这个通勤的便利 同时我们也必须要能够理解到说 没有白色的午餐 你的车子要跑必须要开这些班次 你的司机也要薪水 你的油你的车子的保养等等 它也是有成本的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 过去这两三年以来 尤其是过去这半年来 我们所有东西的成本都是大幅的提升 所以说也因此大家能够理解 也能够愿意接受说 我们能够减少一定程度的便利 班次也许不用那么多 也许不用那么频繁 但是让我们仍然必须要留下来 这个9026这条路线 9026这条路线其实同时也 我们也遇到台北市政府 来自台北市政府的一些 的一些需要 我们需要去overcome的一些问题 比方说原本台北市政府答应 让我们的车子是从 这个从基隆一路到南港站 后来就也说不要 它还是不需要让我们进入南港站 最后还是要回到南港展览馆 不论是这样子的最后一站的问题 或者以及到年底 新的业者跟旧的业者交接的问题 其实它都需要我们相当大量的 政治上面的协调 蔡司英委员还有我 还有我们的这些其他 包括我们的市政顧问洪生勇 还有吴华佳小姐等等 其实我们大家都一起很努力的去 让这个过程能够 能够不只是顺利 而且也可以让谷物的品质 都不要打折 那也许没有办法跟原本一样平凡 但是我想让通勤族能够继续的 顺利的通勤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是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明代 真的非常的用心 因为在沟通这一方面 他们是下足了功夫 而说到沟通 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成功国小 也是经过沟通之后 有了不一样的新面貌 不管是音符攀爬墙 法国号刘滑梯 还是音乐草坪 乐福椅子等 以音乐为主轴的游乐场 让小朋友都玩疯了 你最喜欢哪一样 刘滑梯和荡秋千 为什么 我觉得溜滑梯 那个石头 要爬上就很好玩 我喜欢溜滑梯跟敲敲板 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好玩 这是金融师成功国小 最新亮相的儿童游戏场 利用学校原本的显示空间 加以打造 荣物诠释 唯一国小音乐班的特色 让这座游乐场 处处看得到音乐的元素 向给小朋友最好游乐 及学习的环境 成功国小是金融市国小里面 唯一设有音乐专班的学校 所以我们在打造这些 游乐器材的时候 其实我们特别融入了 我们学校的特色 像这一个 它是以法国号为造型的一个邮具 之前我们有做过 小提琴的一个邮具 所以我们是充分结合了 学校的特色 去做这样的设计 这样富有交易意义的游乐环境 也获得家长肯定 幼儿园的小朋友总算有自己的一个 游玩的空间 不用再跟其他的 比较高年级的学生混在一起 这对小朋友来讲是 非常的服役 很放的一件事情 协助争取相关金贝的 金融市议员同主委表示 成功国小已经成为以校园为核心 结合社区发展的重要标杆 未来包括中央厨房及活动中心 音乐厅工程陆续完工后 整个校园就是学生与社区共农的空间 成功国小本来就是我们金融市政府 这个以校园为核心改造计划的一个标杆 这几年完全跟社区结合在一起 加上我们现在相关的设施 再继续融入下去 还有我们现在还有中央厨房正在施作 也有活动中心也正在施作 整个校园就是我们社区共融 跟学生共融的一个空间 我想我们对成功国小的期待非常高 我们也希望透过成功国小的案例改造 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 包含我们全市唯一的音乐班 都在我们成功国小 音乐班也把它改造成 非常漂亮的教室空间场域 希望有更多的学生可以注意到我们 在地的就学 真的就可以看到赋予这个老旧的建物 新的生命力 那改造真的是很棒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职位艺座 其实在这样的案例当中 也有很多要跟大家分享的 不只在成功国小就对 对 其实我们自力打造成功国小 成为社区的共融空间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也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说明 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在地就学 我们大家都知道师求无礼 其实住了非常多的居民 那成功国小是在地的一间非常 非常资深的学校 可是因为我们长期市中心的区域发展不平衡 因为铁道的关系 铁道把这个好像 师求无礼切开 然后大家都把户籍签到 新义国小或仁爱国小 然后造成这边两间学校 两千个学生 然后成功国小五百个学生 那其实居民人口舒适 成功国小这边住的比较多人 所以我们一直自立在打造这个环境 就是希望区域发展的平衡 那未来如果有拆桥的机会 有捷运的可能性 那其实成功国小就是市中心 所以我们成功国小 那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校园开放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希望让它跟社区共融 也就是说我们让社区跟学校的这个紧密度更高 你下班其实这里就是你的家的公园 我们的校园是完全开放的 全世代很少有这样的空间 然后我们操场有彩虹跑道 那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新闻是一个闲置空间 那闲置空间就是一开始 我们校门口一进去 那那边刚好里面就是幼稚园 长期以来幼稚园的小朋友 他一直没办法跟操场的小朋友 那都是五六年级的学生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希望把这个空间也把它拆开 那未来也开放我们社区的小朋友来玩这个设施 让操场那种国小生跟幼稚园的学生都分开 所以我们然后现在又在做中央厨房 我们为了中央厨房一千五百万的预算 未来也是会让社区来做这个食农教育 也就是我们整个学校所有的设施 其实都跟社区结合在一起 也就是跟附近五个里 然后我们后来未来的活动中心也有演艺空间 希望未来也做这个跟文化中心演艺厅的分流 也就是我们的学生几层级的表演 不用再去文化中心卡位抢位置 直接在成功国小这边就可以做学生级的表演 那大概也可以容纳大概三四百个人 所以基本上我们接下来的成功国小是值得大家期待 也值得大家在地就学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是全市唯一的一个国小级的音乐班 那有非常多优秀的这个老师 所以希望大家 那我们把琴房去年做得非常漂亮 那个琴房你可以想象那个 周杰伦那个电影叫《不能说的秘密》的那种感觉 我们就把成功国小打造成一个 音乐班打造成一个电影场景 那接下来我们提到仁爱跟心意 仁爱跟心意我们就要提的是说 我们这个现在风雨走廊 仁爱跟心意我自己也是仁爱国小毕业的 我们小时候那个两间学校都超过百年的历史 那那风雨走廊大概每个人就读的话都有一个印象 已经有前面有一个花圃很旧 以前我们要打扫扫不完的垃圾 为什么大家都以前那个民众功德心不好 然后那雨棚其实也很旧 然后常常漏水 然后地面也是 因为我这几年一直致力在打造步行城市 当然我们学校前面的步行空间更是重要 它也是通学的步道 然后也是家长等待接小朋友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今年也是去年总之群的时候 特别争取了预算 希望今年可以来改善了仁爱跟心意前面的风雨走廊 未来让小朋友或家长都有一个好走 然后舒适的等待空间 是就可以看到改善空间真的是很重要 那同样我们的篮球场也被改善了 快来看看 大太阳下孩子们开心在球场上打球 看似没有异状的球场 但其实地面上出现了军裂破损情形 一不小心还可能会绊倒 这个就是因为雨水堆积嘛 然后就军裂啊 有点滑滑的 下雨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滑倒这样 还有呢 然后这边就是那个有时候突起来 对这突起来 只会勾倒 有时候就跑步的时候跑一跑 然后鞋子就用到了 基隆多雨天气加上早年的地板材质 经过日赛风吹雨淋 容易导致地面出现裂缝 但球场上到处可见类似情况 恐怕会影响到学生运动安全 除了普通的教学以外 那个假日会有小朋友 或国中生会来这边打球运动 假日的时候 那平日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话 是社区居民 他在五六点的时候 早起会会来这边散步运动 那对这些居民或学生们都影响 安全的影响很大 因为是经过访试其他国小篮球场地 市议员张浩瀚将协助中校国小 重新整修篮球场 将在今日内施工 三月就会完工 在去年有接到我们的一个苏校奖来反应 那学校的操场其实破损的非常的严重 那所以我们在去年五月的时候 也特别前往我们的一个独男国小 实际上来看其他学校在操场上面 如何来做一个改善 那我想中校国小传统的 这个操场传统是用压克力板 来做压克力来做这样的一个材质 其实在基隆潮湿多雨的一个天气候之下 其实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适合 所以藉由独男国小翻新操场的一个经验 那藉由博游的这个模式 它可以更适合在这个中校国小的一个场域 来做一个使用 那也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居民跟孩童 比较安全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空间 教育处也编列了相当多的经费 投入这个校园运动场地改善 那可能过去有些场地的施工 并不是那么讲究 所以我们教育处在 我们市府工程小组的休止下 在未来针对校园操场 或是运动中心等运动设备的改善 我们都会非常要求这个施工的品质 一定要兼顾 基隆多雨天气 学校球场地面 材质要选用耐用 又不容易军裂 政府承诺 未来学校操场建设将会严格审核 希望将钱花在刀口上 也能让学生安全运动 那我想刚才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影片 最主要就是我们中任区的一个中校国小 那因为它的操场呢 因为长期的 因为基隆的气候 长期的下雨 那导致当初这个学校 好不容易争取到的这样的一个操场 那破损不堪 那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把工程 那全部来做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中校国小的一个 新式的一个操场 它其实运用了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设计的概念 当初大家都会觉得说 这样的操场应该要用压克力的模式 做起来才会让大家打球比较舒适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是要说 其实包含学校的教育 其实我们都一直朝一个 复合式的方向来做一个进行 那所以我们的空间也希望 用多元的方式来做使用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操场 它除了排水的一个状况良好以外 包含校园如果有活动的时候 开放作为一个停车的使用 其实也可以让周边的居民 那共同来运用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其实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也其实跟设计师 跟学校一直在讨论 如何让学生来参与这个设计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上面的一个非常多的角落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其实是有学生 他的一些彩绘的一个构思 放在这个里面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博油的一个操场 大家以前都会觉得说 它是一个黑黑的一个场域 其实透过的这样的一个色彩变化 也让学校产生了一个 更多的一个活力 那其实刚刚子委议员有提到 我们在成功国小 也新增了所谓的一个儿童 这个游乐的一个设施 其实在中校国小 我们同样也争取到 那成功国小是以音乐作为意象 那我们的一个中校国小 因为它临近我们中正区 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追散 就是以前我们游业最发达的一个区域 所以我们在地面的一个铺设 我们就是以下面的海 跟中校国小的山为做一个意象 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就是会有蓝色的一个海洋 然后运用海洋生物的这样的概念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设计 让我们在地的学者更了解到说 原来它的生活跟海洋跟山 其实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那刚好在这段期间 我们也协助来学校来试做一个叫做图书缴 也是希望借由不一样的一个书籍的一个教育 脱离课本的这样的一个想象 那借由更多的一个阅读 能够充实学生 他在每一个课外的读物里面的一个知识的一个吸收 所以其实我们来讲的话 中校国小它现在是不然硬体跟软体 我们已经即将要部件完成 那在中正区我们也持续的推动 像我们现在下一个目标 就是以正面国小为核心的一个校园 及周边教育的一个改善的一个计划 因为它现在也是中正区第一所的英语的 双语的一个学校 我们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模式 把它copy到基隆的每个中小学 那我们的整个教育 不管是在硬体上面或者是在教学方面的整体的水平 能够有一个大大的一个提升 是可以看到浩瀚艺术翻航的用心跟子伟一样 就是关注我们在学子 其实我们的知豪也是 前一阵子就是圣星学子 他们就号召不知 因为乌克兰战争真的很严重 所以他以投入一起来关怀我们的这个国际情势 我们最后一分钟我们要交给知豪 是啊就是之前因为我们的圣星的同学们 大家其实全校都一起去响应 那个时候就是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 他们就对于乌克兰的难民相当的关注 所以就募集了相当多的物资 但是偏偏到了最后却缺乏一个运输的模式 早上我跟我陈勤 我就帮他们跟外交部联系 同时我们就很顺利的能够让所有的同学 陪着这个物资 因为他们也会担心 物资去不行 他一定要一起去 所以我们就大家一起到了这个外交部这边去 然后把这个物资 希望能够送到这个 我们的这个乌克兰的那个难民的手上 那我们也看到说 其实我们基隆是 其实大家不只是关心自己的地方 我们其实也相当的关心这个国际的相关的局势 那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说 台湾的人的这个善心跟那个爱心 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感动 也希望说我们大家都能够多多的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也是把我们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的这个关怀 能够更多的发挥出来 是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异座 带大家来了解到我们基隆的发展 未来还有期望 谢谢三位异座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by bwd6 by bwd6